哈喽,大家好,我是一世 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更新一下我们的海缸 主要呢,是为了回答一下 之前好多朋友都给我留言啊 问我的光谱是怎么设置的 那今天就给大家来分享一下 看一下我的光谱 我的光谱呢,之前设置完之后就很久没有去动了 所以我也不知道我是怎么设置的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这个软件我觉得不是很稳定啊 我的水泵经常会跟它失联 但灯的话好像连接性还是挺好的 我们看看啊 我们的总程序设置在75%的强度 看一下 我是从机电中开始亮灯 8点半 然后熄灯是晚上8点半 所以整个光照时间12个小时 所以我们的基本上就是一个T型的一个设置啊 8点半亮灯之后 然后直接攀升到了最高点 然后保持几个小时 然后回落一下 这个回落呢 主要是把白光给降低了 然后到晚上 这个点开始熄灯 这几点 6点14开始 往下降了 一直降到8点半 完全熄灭 那看一下我们最高点 最高点就是从8点半到9点54 到了最高点 然后我们的设置 我记得之前我们是以凯尔文一个默认设置去调的 后来我又改变了一下 自己调控了一下 可以看到这是我的设置 基本上前面几个 前面五个都是在同样的百分比 然后清晨绿红 这个呢就比较低一些 然后白色呢 30 那这个就是我们顶点的一个最高强度的光的设置 9点54到3点13 这属于我们整个光照最强的时候 然后3点13 开始到3点29 你看到这里我们做了一些下降 OK 这里我们的UV跟紫色也下降了百分比了 然后我们把两个蓝拉到最高点 然后青绿红都关闭了 最后剩下10%的白 所以说我们是白还是留了一些的 留了百分之十 可能是当时觉得如果全身蓝的话 对眼睛有一些长期观看的话 有这种疲劳的感觉 所以还增加了一点白光 那这个设置呢 就基本上到晚上6点多钟 6点14开始 才慢慢往下降 降到我们熄灯 那这就是我如何去设置我的灯 那我的灯的是Radeon的XR15 Blue版本 第五代 然后有8个灯 之前一直看我视频的朋友们应该都知道 我们这个灯是如何去摆放的 那些摆放位置我就不去跟大家多说了 那设置方面就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大家可以去做一下参考 那接下来呢 今天我们还要去收拾一下我们鱼缸里的珊瑚 因为长得实在是太旺盛了 这个鱼缸又好久没有去管它了 可以看到这些珊瑚都已经疯长到不行了 然后有很多已经长得挺大了 给大家切一切 比如这边的榔头 我今天要给它收拾一下 这两个榔头给它切一下 它们已经互相遮光了 然后呢 这边的火柴我们一会看看是不是也来做一下切割 因为像这个火柴最近好像整体大了一倍啊 这些都是我们之前给大师兄放在这里寄养的火柴 因为在它缸里面不是特别好的状态 它水流比较强 它主要是SPS的缸 所以我放到我们这里来缓一下 结果一缓直接翻倍了 然后这边的话我们暂时可能先不动它吧 因为这边纽扣要做切割的话 花费太多时间了 我们今天主要就是来切一下这些LPS 然后把沙地上稍微整理一下 现在看到水面上很多白色的脏东西啊 都是刚才我在这里铺沙子 铺沙子弄起来的这些灰 那这边的沙子呢 今天就给它稍微复位一下 因为之前我们用了浮缸座之后 它这个沙子年龄性都没有了 所以说很容易被吹散 那现在我看一下这个沙子 你看到后面 就开始长一些藻了 说明我们这个生物又回来了 所以我把沙子铺回去观察一下 看看它们是否还那么容易被吹掉 然后要给这个车渠找一个底座 底座的话我一会看一下 可能用我们底缸的石头给它切一块 比较适合它这个造型去抓住 根的这个一个小石块 然后我们等它固定完之后 再把它移到稍微高一点地方 OK 今天基本上就是这样一个安排 你看到这里面的珊瑚状态 越不管它 它越好 所以有时候尽量少下手还是有帮助的 看一下我们的基本数据 基本数据 trydon要换测试液了 这里有提示了 是美 c c是美啊 然后我们现在把 kh降到了7.6 之前一直在8.5左右 然后 因为我们刚营养比较低 所以不想让太高的 这个kh 造成我们一些硬骨珊瑚的烧头 所以我们把它降下来了一个点 那持续这个7.6 7.5左右已经有差不多一个月时间了 整体状态是挺不错的 最近的ph又下降了 因为现在天气开始冷了 所以我们开窗开的比较少 基本上就是靠我们的石灰水反应器在那硬顶着 然后石灰水反应器也很久没有去给它添加新的石灰粉 所以现在掉到了10.2 正常的话应该是12点几 这个盒子有点软啊 我们以后还得买一个扎实一点的 移动起来不好意思 哇塞 这一个有点大了长的 我们就先去切这两个吧 因为我看这两个不舒服已经很久了 长得太大了 来看一下 对比一下 基本上全开的话跟我手掌一样大 侧面看一看 这两个都是从一两个头开始生长的 可以看到现在长了多少个 这个老朋友很久没见了 快看这上面的海绵 都已经干燥到像块石头了 今天我们就来好好用用这个机器 那我们先往这个机器里加点水 通常呢我会往这个机器里稍微加一点水 然后 让这个海绵能有一定的 这个湿度 这样我们切的时候呢 这个锯片不容易过热 太久没用了 全是灰 都是之前切的珊瑚的灰 OK 上面开始滴水就可以了 那我把事先准备好的这些基座 这些基座呢之前都是固定其他珊瑚的 然后珊瑚死了 或者是移到更大基座 我就把它给取了下来 那因为长时间放在外面 它已经干燥了 所以我们先把它丢到这个水里面 把里面的气泡给排走 那切之前我一般都会先看一下 我们这个珊瑚的长相 然后先看一下 预设一下要切的路线 给大家看看 这个呢就是那个橙色的榔头 可以看到之前啊 只是一根 一个头 我把它粘在了这个基座上面 然后因为它后面长得越来越大 重心偏离了 所以我给它粘在了一个大基座 所以就是为什么有两个基座 那要切的话呢 我们要避开它这些所有包肉的地方 都是切骨头的部分 那最好是选择 就是肉和骨头 分离比较远的这种去切 这样的话 它到时候把它粘下来的 高度也会稍微高一点 看起来比较好看一点 这是主要要切这个的一个目的 就是因为下面这些头 都被上面的给遮光 遮得完全 没有这个光去让它们光作用 所以有一些都长得不大好 所以我就把这些切下来 给它们单独的找一个好地方去放 让它们更好地去生长 比如这一个 看到这个非常小 就是因为没有光 先把大小基座分离 这个东西呢 其实我们是可以用钳子去剪的 但是钳子剪的话 风险比较大 特别是如果骨头跟肉离得比较近的话 你很容易把它骨头给震碎 然后上面的这个头就会受到伤害 所以尽量不要用钳子 那如果没有这种电动的话 你可以用手锯去慢慢的切 我先要看一下怎么个切法 因为它这个还长得比较密的 而且我不能破坏其他的头 这就算切下来四个头了 那这个呢 其实中间可以再给它分一下 这样的话就变成两个双头 可以看到这两个双头 其实还没有完全分离 把它放到鱼缸里再涨一涨 它们就会完全分开 好 这就搞定了 然后把它底部稍微修平一点 这样的话我们一会比较好粘 那这个已经很平了 所以我们就先不管它 这里应该还能再切两个双头 剩下的我们就给它保留着 OK 这个就搞定了 其实有这样的机器的话 切起珊瑚来是非常容易的 虽然这个机器挺贵的 我当时打车买好像也差不多要四五百加币吧 那其实相对来说 如果你珊瑚涨的多 其实很快就可以把这个机器的钱给它赚回来 因为你切的珊瑚 基本上卖几个稍微品种好一点的 很快这个钱就回来了 所以这个机器一开始不适合新手 适合比较有经验 而且繁殖珊瑚已经挺多的这些玩家 可以去值得买这个机器 如果是新手的话呢就越简单越好 好 这样就一个frag做完了 那可以看到这一侧 这一侧有一个切面 虽然也是切在骨头上面 但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骨头中间是有缝隙的 所以像这种情况 有一般会用胶水再把这个切面给它堵上 这样的话可以防止有细菌这些东西跑进着骨头里 因为它们内部还是通的 所以把这里堵上之后呢 也会能让这个珊瑚更加存活率高一些 可以看到这个如果我再不切的话 它很可能就自己死亡了 因为已经缩得挺厉害了 而且发育非常的不好 非常小两个头 我来研究一下这个金色的榔头 这个金色榔头也是我养的最久的 光这个金色的榔头 我之前卖出去的就按单个头来算的话 得有五六十个头了 哇塞 这一颗有点密集啊 这个不大好操作了 这一颗也是我从母体上当时切下来的 大概两个头吧 然后现在长成这样 这个还得先给它把基座给去了 从反面切 切的时候呢 多少会对它这个上面的触手有些损伤啊 反正问题都不大 它们恢复还挺快的 好 我找到一个分离点 可以把它切成两大块 像切这种珊瑚的话 完全就是一个很细的火 所以不能着急 看准了 然后再下刀 还可以还可以没有误伤啊 两个还是不错的体型 但这个呢 密集度比刚才那个大很多 所以我们得仔细看一看 怎样去给它合理的切割开 像这一颗的话我就不切了 可以看到它们中间的 看这个中间的皮还是连在一起 这个可以当一个小母体 给它重新连到石头上留着 那这一颗的话 我们这里还有一个切点啊 可以把它摘一分为二 然后这里有一个死掉的 这个应该就自然死亡 因为它在很底下 没有光就死掉了 全部搞定 看一下 我们切下来都是双头啊 这几个橙色 基本上都是双头 然后能分开来的两个头的 只有这一个金色的了 其他的我们就再扬一扬 这个是金的 这个也是 给它们再扬大一些再切 那这个橙色的呢 就还是放到上面 成为我们的母体 这个还是母体啊 我们上面分离了下来 总共八个头啊 OK 把它放到主缸去吧 从楼下箱子里啊 翻出来之前 往上买的 国内寄过来的这个支架 这是要排上用场的 其实之前我不想在这个鱼缸里放支架 但是因为这些珊瑚 我们在楼下那个小缸也有 然后呢 小缸营养比较匮乏 所以在下面的那个金榔头发射一般 不是特别好 所以呢 我决定还是把它们留在这个主缸里面 就先放在支架上面吧 那现在就要找一个不显眼的地方 来放这个支架 因为这个太大了 很占地方 我先来找找看 我最终决定还是把这个架子放在这背板上啊 这样的话是最不挡到 也最不碍眼的 而且这边的话水流 相对会比较弱一些 因为我们的水分都是在这两侧 然后上面的灯光呢 应该也不会特别强 所以就暂时把这些狼子都放在这里试一下 现在大概过了半个小时 可以看到这些狼头已经基本上全出来了 刚才我又顺手切了下一段金龙骨 因为那个金龙骨已经快跟另一个山坡长到一起了 所以就把这一段也切了下来 你看我们这里还放了一个小的 那个发育不良的 刚才那个橙色发育不良的 我就把它放在这了 因为刚刚在上面那个地方感觉 可能一下子变化太大 对它反而更不好 所以就干脆把它放在原来的地方 你看到那是母体 然后就是金色的 金色的其实这样分了一下 又多了好几个小母体 在干啥呢 给我滴架子呢 真棒的宝贝 这里是之前帮大师兄救的一个火柴 现在样子是就不会来了 应该 今天我们就先修整这些东西 然后之后再找时间修一下其他的 把其他的珊瑚好好归拢一下 像这块石头 我已经说了好几次了 好几个视频都提到它 现在上面我觉得 最好看的这个 blue honey 已经快被其他的 给竞争掉了 所以我们得把它解救出来 至少留点肿 这基本上就是我们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还没有关注点赞的朋友 可以点一下赞 关注一下我的频道 之后呢 我们还是会继续给大家更新 海岗 户外这里的视频 包括DIY 我们现在频道还是挺多元化 挺丰富的内容 大家喜欢的话都可以关注一下 宝贝 拜拜 跟观众朋友说拜拜 拜拜 拜拜 哎呀你就挂了个笔涕呢 你爸爸还是拜拜啊 拜拜 挥挥手 拜拜